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是一个半导体的大国 我们现在半导体我们知道从上中下游 我们要全部的垂直整合 而在上游里面有个非常关键是 这个晶圆的一个材料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环球星 环球星这几年来开疆辟土 等于说每次的并购都成功已经四战四胜 可是没有想到不一定是碰到我要收购 德国的公司却煞雨而归 大家以为说可能是技术的问题 可能是中间的某些的政治干扰 但不是这次金周刊针对徐秀兰 做了一个完整的专访 我们才发现台湾已经不是说 我今天闭门造居 我关起来蛮头苦干 我就可以把事情给干好 当你走到世界的时候 原来全世界是这样的看待台湾 大家问他的问题 以前问你是你的技术问题 你的市占问题 对我的经济影响问题 现在问的是 台湾是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台海的风险到底大不大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放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还有如果你要给我报告的话 你要把风险评估国家安全报告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他心里想说 以前都不是这样问的 以前都不是这样处理的 现在怎么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为什么张作弘讲说 在整个地缘政治上面 台积电已经变成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不是台积电变成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台湾变成兵家必争之地 而台湾变成兵家之地的时候 现在大家有求于你 可是大家也防着你 甚至大家也要打压着你 面对这么样的诡谴多变的情色的时候 那台湾到底要怎么自处 也就是现在已经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在政治上面 台湾可能只要没有看清楚方向 对我们的利益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好 这一支在里面 台湾国际法学位的副部长林廷辉 也加入我们讨论的廷辉你好 大家好 市长 现在台湾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 没错 我们已经不是别人 只可以玩弄的棋子了 对 这次环球经的 等于说我要收购德国的公司 中间煞雨而归 而且德国中间做了很多的手脚 而且用很多的国际政治来卡我们 你说台湾现在也很火大 虽然传出了一个消息 德国不是一直希望说 我们的台积电去德国设厂吗 德国现在都看中国的 德国现在一天到晚给台湾小鞋穿 所以现在传出的说法是 台积电我要不要去欧洲 我要去欧洲 那我要去欧洲 我非去德国吗 我可以去捷克啊 对 台积电的选择 就是全世界在看的一个重要选择 就是地缘政治非常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 欧洲都一直希望说台积电去设厂 欧洲设厂的时候 你知道谁最有可能吗 原本传出来是德国的德勒斯登 对 可是在最近环球金收购案失败之后 美国说你台湾要加强跟中东欧的合作之后 突然冒出一个新闻说 台积电准备到捷克去投资 去捷克 所以这样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私底下的政治运作在运作 对 以前台湾是个小国 我们是个边陲之地 雅西亚的孤儿 别人踩我一脚吐我口嘴 我就只能认了 对 现在你踩我一脚吐我口嘴 好啊 那我不去德国 我去捷克可以吧 好那你就知道台积电的选择会攸关整个东欧的这个或是欧洲半导体的这个变化 所以你说台积电是不是要好好的踏稳 他要好好的选择德国或是捷克 没错 那事实上除了台积电除了德国跟捷克的选择之后 你看现在美国处处防着你啊 美国虽然说我现在给你这个汤吃 对 美国的这个雷蒙多说我依赖你太深了 我现在也要准备要扶植我的Intel 对 韩国在后面也虎视单单 韩国也随时准备跟美国交好之后要刺你一刀 所以这个政治氛围的凶险 我跟你讲 徐秀兰就是不懂这种政治风险嘛 他就知道说 你看他这一次整个在收购的过程里面 被人家问到什么 你台湾是不是危险的国家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 这个所谓四川公司给你收购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一直被连续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根本就无法招架 因为这里面的复杂程度远超乎环球经 或是徐秀兰自己的想象 所以是哦 现在台湾已经被推到风间浪口上 虽然台湾现在享受那种 乘风破浪走在浪头的快感 对 可是那个浪只要一不小心 就会摔得尸骨无盘 当然事实上你越重要的时候 你也会越危险 大家可能随时都防着你 也随时准备要取代你 所以这时候你真的不能够踏出任何一步 比如说以环球经来讲 环球经过去一段时间 他在2008年的时候 他世界排名是 不知道第几名 十名之外 他当时的市占率只有百分之四 可是你知道徐秀兰跟那个卢明光 他们在这十年展开四次的诟病 四次全部都成功 并购了两间美国公司 一间日本公司 还有一间丹麦的公司 他也是买了 每次都买了 买的过程里面 他就说 我们没事谈的就是价格怎么样 然后价格怎么样的时候 政府都说好放行 但是这次在并购四创的时候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他不是问你经济问题 不是问你垄断的问题 他是问你国家安全问题 为什么他这次会被凋懒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收购了四创之后 他变成全世界第二 全世界第二的时候 大家这时候看看你 全世界的第二 把你压在你的身上 说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他要通过非常多 有八个国家的这个审查 八个国家审查之后 你看到他说 人家问他的问题 都不是说你 为什么要用这个价格收购 大家都问他什么 台湾到底是不是个危险的国家 然后你看台海的风险 究竟大不大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放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请你回答清楚 就是他根本没办法回答 来我回答 或许不符合人家人的状况 可是他的脑袋里面 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 当然没有想过 大家想的就是我是合并这个公司 我们瞧好就好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虽然他后来摆平了什么 奥地利韩国新加坡美国 还有台湾等等 全部都摆平了 他连中国都摆平了 结果中国都摆平了 最后他还是遇到了政治问题 还是让他完全滑了一跤 所以他讲 徐秀兰讲的 他这次上了一个非常好的一课 对 他说现在已经进到了 整个诟病的web2了 跟过去 你要在乎的注意的都不一样了 好我觉得徐秀兰没有料到一点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还有美国跟欧洲的这个转变之后 现在有一个叫做晶片国族主义崛起 晶片国族主义崛起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各国都想要拥有自己的这个晶片事业 所以那 正在去年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时候一开始他说要并购的时候是 德国的前政府 德国前政府当时他对这个徐秀兰 这个案子的立场是说他愿意放心 可是没想到 德国在今年9月进行一个联合的这个大选 大选之后因为当时 还卡在非常多的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徐秀兰这一次的并购案里面来说 因为都是没办法出国 没办法出国的时候 所以他都要用视讯联络 视讯联络的话处理事情比较晚一点 结果没想要拖到了今年9月 9月之后去年的德国9月进行一个大选 大选结束他原本想说9月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就变成9月之后出现了联合政府难产 9月一直拖到11月 11月之后他赶快新政府上海之后跟他说 请问你我们这个案子可不可以谈的时候 没想要遇到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之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时间跟人家谈 没办法跟人家谈的时候 他怎么样他就只能够说 趁乌克兰危机比较小一点的时候赶快打电话去 可是德国政府一直跟他说我们这个重点是 我们要先处理乌克兰的问题 但是我跟他讲其实如果你知道德国的发展 你就知道说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已经告吹了 所以如果他有一点国际政治敏感度的时候 他早就要赶在旧政府结束之前来通过 不然本来就没机会了 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经济部长是从绿党出生 然后绿党出生他们有一个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晶片产业 所以他们过去一段时间 为什么绿党会持这样立场 因为绿党他们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德国有非常多包括说库卡 被欧洲被中国并告说 中国他技术完全都留到那边 所以他也不信任你 所以他们的态度基本上就是保护他们自己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情绪 你就应该十之八九知道 这个案子大概不会在德国政府过关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妙是 他讲说我今天不是要交财报 我也不是交所谓的资金技术 而是徐秀兰自己过去三年 你的email 你的line 你的所有的通讯记录 要全部交出去 他就说其实这里面 让他真的眼界大概是很多国家要求你 某国政府 他就说你要交出你过去三年的通联记录 还有你的email 还有手机电话 还有这个通讯软体line的这个对话 那为什么要交这些东西 全部交出去 为什么要交这些东西 我就跟他讲 事实上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要求你 为什么他不希望说你并购之后 如果这些你跟中国道有非常大的往来 说技术或是什么流到中国道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跟你讲 事实上这整个过程里面来说 各国都在防堵别的国家的一个情形 好 那当然讲的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桥梯 先讲到我们今天在德国吃鳖 而这个时刻 没有想到台湾大举的进到了中欧 在台湾大举进到中欧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捷克 跟我们台湾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你刚才一开始就讲 台积电是有可能 舍弃德国进到捷克 如果我进到捷克 德国也不能讲什么 没错 我刚才就开题就讲嘛 为什么现在台积电可能会到捷克去 你看最近的报道 美国商会突然就说 台湾跟捷克斯洛伐克 还有立陶宛等中多国家 还有哪些合作发展的空间 你看他破底地底就是捷克嘛 美国商会说的 对 是美国商会鼓励台湾跟捷克斯洛伐克 立陶宛这些国家合作 而且为什么美国商会要这样说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欧国家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跟美国的产业连结不够多 他要怎么样把台湾跟 要怎么样跟美国连结在一起 台湾就是这个产业中间的 这个连结链嘛 他如果把台湾的这个 这个所谓公司带到东欧去 是不是就纳入美国的意义 他跟美国的经济越深的时候 台湾帮美国开疆屁土 对 我们过去那时我们不是就 我们的公司不是就到印度去吗 不是就到越南去吗 不是就到东南亚去 我们是帮谁 帮美国啊 现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说 就是你到这个地方来 你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帮我们去那个地方开疆屁土 所以你看 我们他讲的非常清楚啊 台湾跟捷克之间的 备用涵盖网路安全 航太工业 触媒科技 绿能还有智慧制造 他想的都比你还清楚啊 台湾跟斯洛伐克的 包括说电动车啊 太空的这个发展计划 中小企业的数位转型啊 智慧城市啊 立陶宛还有包括说半导体啦 生计产业啦 雷射还有微信技术啦 很多研究 他跟你讲的非常清楚啊 他说因为现在 美国商会连你跟 我们跟中共要合作 什么都列出来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中欧的国家 他跟中国大陆的交往 比对美国还要深 但是台湾一旦过去之后 他就可以拉高台湾 他跟台湾 或是跟世界的连接度 而且他可以赶走中国 特别是台积电去的话 那完全是整个 东欧的局势会完全改变 所以我还今天讲嘛 现在台湾已经重要到 美国都可以来用 想骂让你去那些地方投资 所以为什么这个台积电 去德勒斯等会变成是去捷克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 非常多的后面的政治运作 在运作之中 好 会在 再上我们再谈到 没有想到我们去中欧 有美国的影子 而且你刚刚讲的是 我们去中欧 我们在那里的投资 居然比中国多这么多 而本来以为说 我们就跟中国就是 买人家的蓝母酒 买一点牛肉 搞了半天 有汽车 有航台 有雷射 有通讯 什么都有 对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台湾其实在 中东欧国家 所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 竟然是中国的八倍 所以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说台湾所带过去的产业 而且都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所以这些中东欧国家 会认为说 其实台湾不仅是说在经济上 可以协助他们转型 甚至是往上一层发展 在政治上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跟美国这些关系 美国希望我们过去中东欧 也是要帮他们 稳住这边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等于是经济跟政治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贸易伙伴关系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 我们才讲的 我们今年跟东南亚的 整个外贸互动 增加五成多 我们去东南亚 摆明的也是帮美国 开疆屁图 搞了半天 台湾不是到了东南亚 不是只有到了印度 台湾 也帮美国 或者为了自己 进到中欧去了 是 进到中欧去 而且包括 比如说以捷克来讲 捷克这个部分 光是2020年双方的贸易 就已经来到了 8.9亿美金 而且这8.9亿美金 是创下十年的新高 那我们到斯洛伐 你说不断增加之中吗 不断增加之中 然后我们 我们主要出口到 这边的产品是什么 其实包括车用零件 资通讯产品 五金 这些也都是出口到那边去 那我们从这边捷克进口的 主要是什么 就是那种汽车啊 然后光学品 那为什么是汽车 因为其实很多国际大厂 在捷克 都有设工厂 所以我们的一些小客车 过来我们 其实从中东欧进口的产品 进来里面 大概有五成 全部都是汽车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跟中东欧的攻击 其实真的是越来越紧密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斯洛伐克 像斯洛伐克的部分 包括台湾的友达 台达电这些 都已经过去 红海也过去 那也随着电动车 现在已经 本来从过去的汽车 并没有慢慢转型 变成电动车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电池 储电的这个部分的 相关的一个厂商 也开始慢慢进驻过去 电池也过去了 电池也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刚会特别提到说 我们以前会认为说 好像我们跟中东欧国际关系 就是买一点牛肉 买一点农产品 事实上不是 我们跟他们交流 很大一部分 都是在工业 然后工业这个部分 其实就会跟技术 有一个很重要的紧密关系 另外一个是 最近很火红的立陶宛 那立陶宛 我们一家五弟都在买兰姆酒 但不是 立陶宛你知道现在 去年的时候 孔明星不是带队 带一堆人去到中东 去考察的时候 光是立陶宛呢 他们就签了好几个MOU MOU的部分有哪些合作 电信合作 卫星合作 电动车合作 还有声音 那你想说 为什么会有声音合作 因为其实立陶宛 他们非常厉害 就是雷射技术 他这个雷射技术 可以厉害的话 用到航碳 然后呢 还有一般用到 眼睛的那个矫正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们连跟在这个声音这个部分 也可以跟他们合作 然后最重要的是立陶宛呢 其实现在也有考虑说 跟台湾的一些 那个大专院校 进行一个这一种 包括像ASMO这一种机器的 那种雷射所用的 进行一个交流 所以未来可能是在大学里面 都会有那种互相的一个 大学什么大学生 到你们那边去学习 中欧 召唤学生 这实际是越来越有可能性 可能性是越来越高 所以光你就看到说 我们现在跟中东欧的合作 已经从台商先行 慢慢到政府的 一个资源进来之后 到最后搞不好 连产观学界 各方面全面的一个升级 这也就代表着 其实我们在经济 跟政治上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 刚才讲 现在全世界都是 用国家安全的角度 来思考所有的经济问题 而在这边 美国当然是侨主 美国现在所有东西 都是它的国家安全 都是国家建策力 还有它怎么样 把中国给打趴了 而现在美国面对中国 有一个是 电池很多的东西 掌握在中国手上 那美国现在做一个动作 美国现在第一个 我的军方 我以军方开始 我要全部的离电池化 我要全部的电动化 还有一个 我现在要掌握 离电池的上中下游技术 对美中的博弈 真的一路从政治外交 经济科技 晶片 现在一路打到了离电池 而且这个离电池 美国是有决心的 美国是要讲 从原料制造 还有回收 它要一条龙的全部掌握 不是只有上中下游 原料制造回收 对原料 原料不是上中下游 是制造的部分 它原料端 它也要掌握 回收端也要掌握 实际上 因为拜登不是通过 1.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 对不对 里面有一笔很大的预算 拜登要求美国的能源部 国防部 商务部 还有国务院 一起串联出一个整合性的单位 就要针对离电池 第一个原料 原料其实美国是有离的 拜登是不惜 对抗所谓的环保人士 要在美国开采所谓离矿 这个离矿就很像 你在开采过程中 会有很多废液会排出去 会有很多废水 还有些金属污染的东西 结果拜登完全不管 我就是要在美国开采离矿 他是民主党的 他是重视环保的 不管了 他把很多油田关掉 就是为了要环保问题 抱歉 现在这些他只说 用比较环保的方式开采 基本上你只要开采 原则上山就会凸 对不对 这没什么好讲 离矿是这样 然后很有趣的是制造的部分 制造部分 你知道吗 现在全世界所有最大制造商 电子 林德时代 抱歉是中国的 所以过去美国 根本不屑做这种制造部分 对不对 抱歉现在美国 也要把它拿过来做 然后回收 回收是很有趣 因为它有Google Net 不是很难拿到 这个稀有资源吗 可是你原则上 只要可以回收的话 你可以把百分之电池里面 百分之九十的Google Net 都回收完 所以当你开发 这个回收的业务的时候 回收科技的时候 对美国来说 我不见得这么担心 Google Net会断链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未来说 电动车要离电池 它连军事都要用离电池 军事要离电池 对这个离电池之争 对于美军来说 它也涉及到军方的安全之用 装甲车做油电混合的话 那美军可不可以接受 我未来坦克跟装甲车 电池的技术 被中国绑在手里 不能嘛 还有美国有个大问题 它的军 我们都说 它配备设备是全世界最好 对不对 可是同时 它也是全世界 电子化最高的单兵作战 因为美军一出去 它的光学瞄准器 它的战术手电筒 它的夜视剂 它的GPS 它的无线电 然后呢 现在很多美军要控制无人机 他们手上拿个iPad 全部都要用到离电池 现在有人统计出来 美国一个陆军单兵作战 出去三天任务 装备要大概60磅 60磅大概是27.2公斤左右 里面绝大多数什么 不是背水 不是背弹药 不是背枪 里面有三分之一是背电池跟电源 那这个东西对美军来说的话 我要不要来处理这种 当然都要嘛 所以对美国来说 它专心做离电池的时候呢 瞄准的是中国 所以说我现在美军单兵出去 你知道吗 以前我只要单兵出去 我觉得那个水壶很重 我觉得那个枪很重 如果或者是我要拿着迫极炮更重 现在它最重的是我要背电池 60磅就是27.2公斤 里面三分之一是电池 所以说其他能轻量化都轻量化 那我电池需不需要轻量化 当然要嘛 这个东西对美军来说压力也很大 可是我们现在一盘点发现 美军现在要追 还不见得追得上中国 因为我们刚讲是制造 是灵德时代是世界最大 可是还有原物料 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还有里面的电解液 还有隔离膜 这四大是这个中国 四大是整个电池里面组成 抱歉 正极材料里面 世界前九大公司 六家是中国的 负极材料 世界前六大公司 四家是中国的 电解液有六家是中国 隔离膜 17家有11家是中国的 所以中国在这边布局 非常非常的快 也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美国在做这件事情 他当然思考说 我还有国家战略 陈测部分 现在呢 能源部 国防部 商务部 国务院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美国说很清楚 2030年要制造 不含估格尼的电池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是美国战略转型的 一个环 好 当面讲的 在整个能源上面 美国还是独占凹头的 他最近有一个数字 把我吓坏是 他现在的军营 都要用太阳能 你想用太阳能 有什么了不起 他的太阳能的吸收 竟然是卫星 竟然是卫星 吸收太阳能 再用微波的方式 打到军营的接收器 这个我觉得是太重要了 因为大家都不想战争 但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 后勤的补给 跟你在战斗线上面 提供的移动能力 还有后续的战斗力 非常重要 那以往一般部队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的打仗 但你去想象一下画面 你的部队整个要移到一个地方 准备要打仗的时候 你要设下你的军营 你要有什么车来 你要有坦克车 你要有装甲车 你还有相关的水跟什么 一大堆的油车 为什么保洁哥要油车 因为油车来了 再拖发电机 你那个营区才有电啊 对不对 所以以往的话 都会有非常多的积蓄 所以你在移动的时候 第一个速度慢 第二个很快就被发现 但是保洁哥讲一下 美国现在花了美金将近30亿 去发展的一个系统 你注意看 这个模拟的动画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们有很多的卫星在外太空 美军他掌握了这些卫星之后 这个卫星 你现在看到黄色这个板子 他有两个篮球场这么大 他直接在外太空中 直接吸收了太阳冷之后 转换成微波往下打 我讲比较简单一点 有点像是手机无线充电的概念 远远的打过去 这个是科坏小说 还是真的在做 现在真的在做 而且他不是只有给军营 你看他刚刚有个画面闪过去 他还给一般的 变动车的充电都可以 因为他一旦吸收了太阳能之后 他所用的这个太阳能技术 他可以减少中间的消耗70% 转换成微波之后 你看这个图非常清楚了 直接往下打 打到他要去锁定地球的 那个接收器的位置 打下去以后 他就等于是接收到电了 那这个军区 他就不需要油罐车来 不需要有发电机 他在极地 他在停车场 他在营区 他都可以拿到电力 所以以前我要有个发电机 我要红楼红楼 我还要找柴油 现在都不用了 都不用了 那这样子的话 冰柜神速 你就会很快的移点 我今天营区在这边 下礼拜已经换到一个点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这个技术呢 他将可以完全改变 以后的战争生态 好 那边讲到的 讲到战争 现在都要问 乌克兰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一看到的 本来普丁不是已经开始撤军了吗 现在全世界股市都大涨了吗 金价又开始大跌了 可是拜登讲 没有没有 他撤军是假的 到底是打真的 还是打假的 你虽然已经撤军了 可是你的网军 又去瘫痪乌克兰了 没有错 三军未发 网军先行 这件事情真是很吊轨 就说其实外国战略专家 有说普丁撤军 普丁撤军是一回事 这是事实 可是他有没有跟你讲 是从哪里撤军 撤多少军 撤军回到哪里 未来会不会再增兵 都没讲 完全没有讲 就是我撤军 到底撤了多少 没有讲 这东西 这撤军很有可能 只是一个战术上的假动作 所以外国军事专家讲说 普丁手上 其实是有个菜单的 他要点什么菜 那个顺序 他是随时可以决定的 今天普丁点了什么菜 网军先行 原因很简单 他派了网军 去攻击乌克兰 最大的两个银行 为什么是有网军有系统的攻击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 这两个银行 头十倍攻击的时间 都是中午12点 你看这个很清楚 这个是网路的扛内容 就是流量 原本都是百分之百 在中午12点的时候 往下掉下来 往下掉下来的时候 你看他有救回来 表示这家银行的防火墙 应该做得不错 可是救回来之后 没办法 还是掉到零 可是如果只有一间 你可以说是这家 遇到的问题 可是抱歉 这家银行也是在中午12点 你看这家的防火墙 就稍微差一点 他掉下来有稍微扛一下 但最后又掉到零 这两个攻击的时间 都不巧 正巧就是在 今天的中午12点 一起来去对这个网站 去做攻击跟瘫痪 换句话说 这个一定是人为 而且有计划的攻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事情 是乌克兰的警察 在乌克兰的境内 发现有俄罗斯的网军的足迹 三个人 三千张的手机SIM卡 一万八千个账户 在乌克兰里面 三千个手机SIM卡 你要怎么操作 一万八千个账户 你看网军真的 一四五零 真的 三个人 三千张SIM卡 一万八千个账户 在整个乌克兰的社群网站 弄各式各样的假讯息 有的是散播搜索 放心啊 不用打了 大家马照跑 我照跳了 有人是说 马上就要打 你赶快紧张 赶快取家代跑 认知作战 什么都有 混淆 混淆 那不知道该怎么办 混淆 所以这些东西 它整个配合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它普通还是一套一套 网路那个讯划 断掉的时候 过程中 还借了很多民众 收到简讯 说诈骗简讯 说你赶快去领钱 赶快去领钱 结果你去领钱的时候 你发现 ATM网路上断掉 你会怎么样 更紧张 所以你说 我在中午 发动攻击之前 我还透过简讯 叫你去领钱 我这样讲 因为我的银行 我不公布 但我银行假设中午 网路断掉 我不去领钱 我不知道 可是我如果收到简讯 诈骗简讯说 恭喜你 你去领钱的时候 我会发现断掉 所以它是有计划 把整个恐慌 弄到最大 所以对于普丁来说 当真的是 一个菜单 一个菜单的往下跑 甚至呢 它除了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 还有政治上菜单 你知道吗 刚刚今天是 今天是有做网路攻击 对不对 今天同时俄罗斯的下议会 这样建请普丁做什么事 承认乌克兰东部的 亲俄地区 对不对 是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克里米亚模式 他也是先寻求 法律上的承认 承认之后 我才有出兵的正当性 所以当然了 昨天我们当然有很多人解读说 应该不会打吧 以开始撤军 可是普丁的脑袋 你们在想什么 真没有人知道 而且最血腥的部分 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在所谓的俄罗斯 跟白俄罗斯 就是乌克兰的北边 还在军演 大家不要忘 那个画面 我们都还在看 持续当中 而且是这个画面 因为他从2月10号开始 要连续军演10天到2月20号 并没有结束 然后在黑海呢 也有俄罗斯公布的演习画面 等于在乌克兰南部嘛 对不对 所以整个来说 你能说战争结束吗 坦白讲 现在每一个国家 都还很难确定嘛 所以现在德国就说 你乌克兰还是不要加入北约好了 然后乌克兰总统认为 加入北约是他们的宪法目标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也没敲拢 所以到底乌克兰会不会打 还真没有人说得准 所以董事长 现在普丁说 我们又要打呀 我们可以来谈啊 但拜登说你要打要打 到底怎么回事呢 普丁说我从来没有说要打 我所有的演习 都在我俄罗斯境内演习 跟其他国家什么关系 他讲的是对的 他跟白俄罗斯演习的时候 就是他们自己的边界 他从来没有越界过嘛 而且只有全世界就一个国家嘛 两个国家拼命说他们要打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英国嘛 英国跟美国都希望他们快点打嘛 因为快点打的情况之下 我刚刚讲的 他才有可能发动所谓的 北约的集体的防卫权嘛 那时候就跟北约整个干起来 全面干起来 所以美国希望他打 希望他打的理由在这里 但普丁为什么不要打呢 普丁也是在这个中间找到 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破口 什么破口 就是德国跟法国嘛 德国跟法国 尤其德国非常重要 因为德国就是要同意 他的北约二号的接气的 这个主要国家 对 先到德国去嘛 那这个 因为这个所谓打仗也好 军事也好 文化也好 贸易也好 其中都是为了钱 都是为了经济问题 普丁整个概念里面 就是两条两件事情 因为北约二一号 你这个克里米亚 要被我占你的 你不能捣我蛋 这是一条从黑海路线 然后进到欧洲去 第二条就是北约二号 从波罗的海 直接进到德国 这两个是 因为是主要收入来源嘛 他现在发了 他现在这个布兰特石油的 每桶价格 现在已经到了快一百块了 你知道吗 那普丁的石油的成本比较贵 大概我今天看到 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写了 大概69块钱 他现在已经削报了嘛 发了嘛 他发了以后呢 他又在跟中国 又签了中俄的贸易合作条件 中俄贸易合作 他现在开了 西伯利亚二号 要开始从这个蒙古 要进入中国 所以你看他 他已经在这边 钱收了满盆满驳的钞票 收了一大堆仗还没打 那他为什么要打仗 当然不要打仗嘛 吓死你们这些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赚到钱了 对赚到 完全是打钱的事情 他就完全运用了 所谓的军事战争边缘原则 这个叫Brickman Ship 这是有学术上的概念的 所以换言之讲 世界的格局改变了 因为普丁确实有力量 能够在欧洲拍板 讲话定案 就为什么今天 所谓的美国在台商会 建议台湾去跟中东欧加强关系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去阻挡中国进入 阻挡在中东欧 因为中东欧的利益 跟欧洲原来这些老牌国家利益 又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 希望台湾快点放进去经营 所以这个是一个世界的格局在转变当中 然后也不会回去了 也就确定有一件事情 美国在欧洲大概地盘已经丢掉了 真的吗 拜登大概挂掉了 拜登已经丢掉了 所以每天在海 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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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 这次普丁把全世界都耍了一遍了吗 而且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分裂了北约吗 在这个分裂的动作里面 德国跟法国跟美国 没有站在同一条线 而且他跟普丁有按盘 所以普丁才按兵不动吗 对 这其实很复杂 但是普丁的确是在外交上 可能已经拿到他要的东西了 这要的东西就两个 一个就是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一个就是北溪二号 北约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因为乌克兰怎么讲呢 乌克兰他自己主动要去申请北约 现在可能德国消支 说不定在普丁的面前说 就算他申请 我给他投否决票不就好了吗 那他永远就进不来了吗 如果普丁能够听到这个话的话 当然心就放下来了 第二件事情北溪二号 他北溪二号赚的可以更多 而且他才从中国这边欠了一千多亿的订单 这个东西来讲他到底两头赚 两边赚嘛 所以就跟普丁来讲的话 如果他整个东西都赚到了 当然撤兵也不是问题了 因为毕竟来讲 这个乌克兰这个总统也被人家看衰 说不定过几年之后 说不定过一两年可能就要下台 你撤就撤 你现在网军去公议据人家干什么呢 但是网军这个事情 就是说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演习还在白俄罗斯 这边还演习 演习到19号 因为接下来他要跟白俄罗斯的总统见面 然后就普丁要跟白俄罗斯总统见面 然后东部战区跟西部战区的 还有南部战区的这些相关的部队呢 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 包括克里米亚今天已经官布 俄罗斯官部有宣布说 从克里米亚大桥一个一个 这个部队已经撤为他注定营区 所以在整件事情来看的话 似乎普丁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你美国现在一直给我放消息嘛 你美国拜登就放消息 你一直说我要打 我要打 就是故意不打给你看 但是我还是会发动 我应该要有的东西 就是网路攻击 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 也是第一步先做网路攻击 瘫痪你的相关东西之后 然后接下来搞政变 或是搞傀儡政权 然后最后才会有军队进驻 所以他有一个程序的 所以对普丁来讲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确保消息他讲的话是真的 如果消息回去后反悔 我告诉你军队马上又回来 所以这个事情反反复复的 因为他要确保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今天你看今天 俄罗斯内部已经有政敌出来 开始在叫骂这个普丁 或怎么样 这时候普丁能够用这个东西 把国内情绪安抚掉之后 然后再把乌克兰这事情解决掉之后 接下来呢 他要面对的整个是中东欧的格局 我们看到过去来讲的话 德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或是过去的第二的关系 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整个东欧势力来讲的话 就是似乎就是德国 有一个我不懂是 现在本来以为说 乌克兰 东欧跟我们天高皇帝 远够我们十万八千里 跟台湾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现在美国商会 竟然在这个时刻说 台湾你要去加强 你跟捷克 你跟斯洛伐克 这些中欧国家的关系 真的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吗 可以百分之百的讲 挡苏东坡吗 对百分之百的讲 台湾进入到东欧市场 根本就是美国在背后推一把的 怎么讲呢 因为你看到德国现在 自顾制的 自顾不暇 俄罗斯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美国要进入到这个地方 其实俄罗斯跟德国都会估计到 所以这个东欧来讲 现在中国他建构了 2012年开始建构 这个东欧17加1的这个东西 等于中国不管是用一带一路也好 或是用他这个17加1这个计谋 他整个势力要进入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对德国来讲 甚至对美国来讲 这些都是非常 这个要不了的事情 就是要不得的事情 不希望见到这个状况 不希望他们见到这种情况 不希望中国的势力进入到东欧 而且这会破坏北约的团结 也会破坏欧盟的团结 所以让台湾的势力进入到东欧之后 当然台湾 因为他讲求的是经济 他不会去搞这个什么政治关系 我也没能力搞政治关系 所以就是说这个经济方面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富裕起来的话 整个起来的话 也可以排除中国的 台湾进去了 中国就离开了 没错 只要台湾进去 中国因为他一定是 有你就没有我 叛贼不两立 所以他一定会离开 所以在这个格局来讲 美国为什么要一直 把台湾介绍到那个地方 比如说最近来的索马力兰 然后还有赛斯盖亚纳 还有这个立陶宛 还有你看这些每个都在投名状 美国告诉他有跟台湾走了 所以你美国要怎么样 美国要怎么样 所以背后有美国的影响力 跟势力在主导 而且这些众多个国家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刚刚提到的 汽车工业嘛 或者是制造业嘛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整个起来的话 对美国的整个战略价值 还有他的维护在北约的这个里面来讲 他的纯度 也就是说纯度这些国家 他是亲西方的 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会非常重要 美国才叫得动 所以在这次的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美国要叫动欧洲国家 已经不太容易了 但是如果让东欧国家又整个导向到 比如说在中国或怎么样的话 更加不容易 所以美国必须要把台湾 引接到东欧之后 未来在整个北约 在整个欧盟来讲的话 才会有亲美的这个现象出现